看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的目的 就是要实践佛陀的大慈悲的利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又成立了淮海教育基金会 来负责学校监狱医院乃至老人院 弱势团体的关怀 所以希望各位加入淮海教育基金会 护持它 推动它来完成佛教徒的慈悲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 kommer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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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个修行最重要就是慈悲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进一步我们还要帮助其他生命离开痛苦 所以如果你有智慎了解 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是爸爸妈妈那你不要伤害他 还要帮助他 他是讲慈悲心必须从嘴巴做起 我们不能是说我慈悲慈悲念地藏菩萨结果一直在吃鸡肉吃牛肉就骗人了 所以佛教的智慧目的要让我们产生平等对待所有众生的慈悲心 最圆满的慈悲心就是成佛 成为一个佛陀可以帮助众生有能力的人 所以大乘佛教各位读《金刚经》 读《地藏经》 读《普门品》 目的就是要学习成为佛的方法 要成为一个佛陀 第一个要有《金刚经》或《心经》的空性 无我的空性 第二个要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或是有地藏王菩萨把所有生命都当做妈妈来孝顺的慈悲心 第三个要有成为自己愿意向阿弥陀佛或像释迦牟尼佛成佛来帮助众生 这个叫菩提心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会成佛 成佛你要相信因果 第二个你要有智慧 不要再起欲望要追求空性 所谓智慧就是你能够控制你的心 征服你的心 不会有起心动念 第三个你要有慈悲心 那什么是慈悲心 你怎么对待你妈妈的 你怎么对待你儿子的 你要用这个方法去对待一只蚂蚁 一只猫 一只鱼 一个坏人你都要用平等对他好 这叫慈悲心 所以我走到哪里韩国都讲统一统一 希望南韩北韩要统一 但是统一不是拿枪拿军人 统一要用慈悲心才会统一 所以各位每天做功德 要回向给北朝鲜的爸爸妈妈一样 所以佛陀说战争不能消除对立 消除恨 唯有平等的慈悲心才可以消除战争 消除暴力 因为有慈悲心的人没有敌人 没有对立 所以修慈悲心大家都会讲 但是要做不容易 哪一天你的先生外面有女人有小三 你要对他那个女人慈悲 所以你先生外面有女人 你会很痛苦 这代表你没有智慧没有空性 然后你想要去骂对方 代表你没有慈悲 所以要把佛法用在生活上 所以学佛的智慧 当别人对不起我 我不会怪他 我会很惭愧心 我会跪在佛前 这是我的业障 我要忏悔 但是真正的忏悔 是因为我没有空性 我有一个我在被欺负 那个更要忏悔 然后对方对不起你 做坏事 抢了你的先生 骗你的钱 你不能恨他 你要对他慈悲 他好可怜 他做坏事 我要慈悲对他 但是所有的人都不了解这个道理 都在吃肉 都在搞外遇 都在烦恼 所以我怎么帮助他们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这个叫菩提心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一次来韩国十几天 我觉得韩国人很有动力 很好 但是这个动力用错边了 我要发财 我要成为最有钱的 这个动力往外就错了 动力应该来自于 我如何服务整个国家 我如何服务整个地球世界 要有这个服务众生的动力 不然一个人很认真很有动力 他失败了 他就会很痛苦 他没有佛法 他就会跳头自杀 因为他没有办法过下去 我这一次有去釜山导游 跟我说那边的男人很大男人主义 爱面子 这个就是我很自我主义 所以更需要有空性禅 就是没有我 不会爱面子 所以你会看到韩国人的脸比较大 那就爱面子脸就会大大 然后看不起别人 这个人做坏事 看不起他 他眼睛就会小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来改变自己 各位一定要多看佛经 用佛的思想来改变我们的人格心态 我好像觉得韩国佛教徒看佛经比较少 师父他们说以后多会念的多看 光念不行要知道里面意思 韩国人喜欢拜地藏王菩萨 但是要学怎么做地藏王菩萨 去孝顺所有人像妈妈一样 这叫地藏王菩萨 所以我们喜欢读佛华经 读普门品 但是要学观音菩萨 真实去对每个生命慈悲 去救每个生命 那就读普门品的意思 就像各位合掌 这支手代表佛 这支手代表痛苦的众生 要以佛的慈悲心智慧来帮助痛苦的众生 像合掌 这个手代表佛 这个手代表痛苦的众生 要以佛的智慧慈悲来爱痛苦的众生 所以这支手代表慈悲心 这支手代表智慧 所以要用智慧跟慈悲合在一起 好 所以最后我们要齐请佛加持 因为今天是药师佛的加持日 那我们求药师佛不是帮助自己 而是要帮助地狱 鬼道 畜生 所有人 所有神 他们叫众生 帮助他们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你念阿弥陀佛 也是希望阿弥陀佛 帮助地狱 每一天 三无差别 都一样 都一样 平等 所以简单的说 各位把佛弄得很庄严 结果你去吃鸡 那就不公平了 你每天把最好的供养佛跪下来 结果你讨厌一个人 那就不公平了 所以我们每天用最好的来供养佛 念最好的来供养佛 你也要对别人 对你的工人 你要一样很好 所以我们对佛很好 你都不会骂佛 但是这个人做错事 你把他骂 骂到天亮 错了 佛没有骂过我们 佛只是做给我们看 我们就学他 但是我发觉 韩国人 对方坐着 先生骂老婆骂很厉害 爸爸骂儿子骂很厉害 佛陀没有骂 佛陀用微笑 对方就改变了 所以爸爸骂儿子 以后儿子又骂孙子 但是一直骂下去 但是佛陀没有用骂 佛陀用智慧 用慈悲 用微笑 你就会乖乖的改变 所以佛教的方法 你儿子不乖 你不是骂他 你念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加持他 他会改变 如果你变成地藏菩萨 如果你变成观音菩萨 对方一定会听你讲话 所以佛教的方法 是用自己的慈悲智慧 然后去影响对方 我刚刚送给各位一个塔 这里面打开有经典在里面 这个代表佛陀的心 佛陀的心在你身上 没有拿到了等一下再给 所以各位要带着佛陀的心 所以不能骂人了 这样用佛的心改变我们的心 然后这边有一个 各位要戴在手上 左边吧 师父 都可以 戴在手上 你将来一定可以去极乐世界 因为戴这个东西 就代表佛的力量 帮助你消业障 将来去极乐世界 别人跟你握手 别人跟你讲话 他身上的业障 不好的也可以消除掉 如果有人往生了 你把它放在身上 戴在手上 他可以去极乐世界 那跟我念 上面有藏文,有梵文,中文也有,下回印韓文的 師傅,有位居士問這是什麼真言 大水球中,大水球陀羅尼 現在中國、台灣都很流行,最重要 來,再跟我唸 然後各位拿到這個塔,就要唸一個宗 這個代表佛陀的菩提心的宗 Ong,菩提吉達,穆德巴,大亞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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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代表我要得到佛陀的菩提心 來幫助眾生 所以當你生氣的時候 自私的時候 想要談戀愛的時候,趕快念 要救自己 你要告訴你,談戀愛很痛苦 不要談戀愛,痛苦 做女人很痛苦 做女人就要談戀愛,要愛情很痛苦 佛教說,愛情就是痛苦 慈悲才快樂 自私的就痛苦 師傅,那都結婚了怎麼辦 已經痛苦嗎 要懺悔,悔不當初 所以要對你先生很尊敬就可以了 不要三更半夜把他拉起來 你愛我嗎,你要懺悔 但是現在世間已經變了 為什麼?愛情最重要,漂亮最重要 很少能念觀音菩薩,很麻煩 因為大部分其他宗教都歌頌愛情 愛情最味道 我又佛教講,愛情是苦的 慈悲才快樂 所以自私會痛苦 不自私的慈悲才快樂 所以人類不能為了自私去殺魚、殺豬來吃 我們要去救他的命才是慈悲 好,所以最後我們要觀想供養所有佛菩薩 再來要慈悲所有眾生 地獄、鬼道、包括祖先 那我們在祝 以後各位再拜佛,不是為自己拜 你拜佛或供養 你要觀想地獄、鬼道、畜生道 在你後面,你替他們拜佛 因為要把所有的眾生都當作自己的爸爸媽媽 要這樣想來替他們拜佛 替他們念經 就像我們大家坐在這邊修行的力量 都布施給地獄、二鬼道 布施給所有動物 要這樣想 但是光用心不夠 還是要替他們點燈或布施一點水給他們 因為在韓國有很好的傳承 就是觀音菩薩變得面蘭大士 他在救那些孤魂野鬼 甘露給他們甘露 所以我要麻煩各位每天供佛的水 供完要至少一杯 窗戶打開灑出去給那些孤魂野鬼 因為佛陀說用一杯水替二鬼道供佛 這一杯水就可以超度八萬四千個鬼 八萬四千個鬼升天 佛陀說用一杯水供佛 回向給被人類吃掉的魚、海鮮、章魚 他們就可以超度升天 所以各位多在佛前供水 然後至少拿一半灑出去 韓國人也很喜歡用米拜佛 但是那個米不要自己吃掉 至少拿出一半灑在樹下給鳥吃 給孤魂野鬼灑在水裡面給魚吃 所以我現在前面有準備水跟米 然後替他們供佛 等一下會灑到外面 然後等一下我會點一支香 這裡面有藥用藥做的 這個香拜藥師佛 也會拿到外面給生病的人、鬼 他們不生病 我知道各位腳很痠 不過我講快一點 因為韓國就靠你們幾位 因為各位學這個方法 你會布施水、你會布施米 世界很重要 所以大家跟我唸 供養佛法身三寶 供養護法神 供養父母祖先 供養七世父母 供養歷代祖先 供養往生父母 就是自己死亡的爸爸媽媽 供養冤親在主 供養所有眾生 所有難以孤魂 那希望各位以後在家裡會拜佛 供養佛 也記得拿一點點去外面 各位在家裡吃飯 至少那一碗白飯是素的 也要這樣供養 就是供養三寶、供養祖先 拿一點點飯丟到外面 這樣你會覺得很健康很快樂 做生意會很好 因為家裡的地基主啊 門神啊 造工啊也會很快樂 任何時間都可以 你到外面喝水 像我們一樣喝水也是先供養 供養完以後 滴幾滴出去自己再喝 就是供養佛菩薩 再來就布施給眾神 自己才喝自己才吃 你點香也一樣 你點完香也點一根香 拿到外面布施給眾神 那這樣就是一個慈悲心 一個菩提心 好最後我們也把功德布施給世界 願意持功德 莊嚴佛淨圖 我們會把功德供養阿彌陀佛的 然後報答父母祖先 報答國家社會 報答所有的眾生 報答三寶的加持 然後也布施給地獄 布施給惡鬼 布施給所有的動物 希望所有眾生都發菩提心 這一輩子圓滿以後 都往生極樂世界 每次都這樣回向 跟我唸 跟我唸 念念中文 願意持功德 莊嚴佛淨圖 莊嚴佛淨圖 上報四寵恩 上報四寵恩 下祭三圖苦 下祭三圖苦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西法菩提心 盡此以保身 盡此以保身 同生極樂國 同生極樂國 現在我要念一些咒 也布施給你身上 造成生病或是還沒有超度的祖先 你想你的祖先 還有你哪裡痛 就回件 r excel r excel r d r 我跟我們唸一下 Gamma Ba Cheno 唸Gamma Ba就是所有的佛 所有的師父 Cheno就是加持我的心 讓我平靜 讓我離開痛苦 Gamma Ba Cheno 因為我們的心控制不了 很痛苦 很寂寞 然後我們就求師父 所有佛 讓我們心很平靜 Gamma Ba Cheno 那個時候就會像流浪的小孩 回到媽媽的地方 你就平靜了 很快樂 也希望所有痛苦 輪迴的眾生 找到佛 找到極樂世界 Gamma Ba Che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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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唱的 只要唱 他們那些孤魂就可以去極樂世界了 你的心也會在極樂世界 Gamma Ba Cheno カマバチェ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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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最后感谢我们老旺康部愿意到韩国来 他是我心中很优秀很慈悲的人 愿意留在韩国学韩文很慈悲 我们康部在印度还要负责200多个佛学院 有很多在那边读书出家 所以以后你儿子女儿说要去英国读学 你说不用 我送你去印度读佛学院最好 做医生做博士 还不如做师父伟大 那才是真正的医生 所以也感谢我们师父愿意去学藏文 可以得到密宗真正的佛法 所以各位也多学一点藏文以后你可以看得懂更多 不要忘记学中文 看得懂经典 好 谢谢 对不起 超过时间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也愿大家多互持生命电视台 互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互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附互入政下 海附发学院 海附发师逢华平等 三月九日 离拜五 新摆月公智日 生姓亿欧姓生一月 上午八点半 班教比关钢灯 礼拜资比三位水产 连路点位 控日 日久五亿 控三五五 三五十个礼拜啦 连路下辣火 台湿祭菩萨 七十度座一群颈 先变月共得日 四行到欧行相一一杯 上午八点半 班教比关钢灯 八观灾界 家共相由苏流利公七处本元公德经 连路点位 控日 日久五亿 控三五五 三位十一合礼拜日 念地中菩萨 路下辣火 七十度座一群颈 先变月 连花生大叔苏生公德日 三行以欧行相十九杯 上午八点半 班教比关钢灯 八观灾界 家共相由苏流利公七处本元公德经 连路点位 控日 日久五亿 控三五五 三位三十一合礼拜日 赤家摩尼富聂与纪念地 连阿米豆河 七载 十多两百件 九十块阿米豆河 修显公德日 三行以欧行相一百一杯 暗时七点半 花年各级农业这件学校 学生华丹中心心灵江泽 任务定位 空三八三亿一六七三 四月一合礼拜日 开中选王陈秋 旧四月共亭日 选行一欧行行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花年各级农业这件学校 学生华丹中心 八观再改 后生点满丁及满水 又将家族比细细发肥 暗时七点半 心灵江泽 任务定位 空三八三亿一六七三 四月三合礼拜日 念观世音菩萨 第中菩萨 七色独座九十几 旧四月观世音菩萨 首相公的日 三行一欧行行十一倍 上午八点半 既然台北观音乐团 向观音菩萨圣诞正经美 特别基盟 特别基盟八观再改 后生点满丁及满水 又将家甘露细细发肥 任务定位 空三九八九九三一九 四月四合礼拜日 观世音菩萨圣诞正经美 旧四月观世音菩萨正经美 三行一欧行行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港等百观世音菩萨正经美 特别基盟八屁联合省 点点 由家甘露细细发肥 任务定位 空二 二九一七八八五五 空三五三三七三六百 四月五合礼拜日 旧四月观世日 三行一欧行行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港等百观世音菩萨发肥 战略法师共同煮法 日期三月九日星期五 上午八点半 礼拜慈悲三昧水产 三月十日星期六 至三月十一日星期日 上午八点半 八观摘戒 即恭送药师 牛离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地点 板桥碑院讲堂 新北市板桥区 中山路二段 五百八十一号 电话 零二二九五一 零三五五 零二二九五一 零三五五 上午七点半 于捷运江子翠 三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台 举办2018年 最新布丹旅游行程 恭请海涛法师领众 日期 107年5月14号星期一 至107年5月29号星期二 共16日 行程安排 走访喜马拉雅山脉中 雷龙的故乡 体验不单的单纯与非凡 独特 古老 清净纯洁的稀有国度 参访莲花生大使 农亲八村者 被马林八福藏师 所留下的销行圣基 和众多神圣的寺庙 到莲花生大使 闭关的山洞朝圣 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等待您来亲自体会哦 详信行程请洽 台北生命道场 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传真 02-2558-6600 02-2558-6600 这叫水中发财佛 所以你要发财的要去求他 他是第四尊 所以佛活下来第四尊 所以叫水中活 各位可以走到中间去喂鱼 所以拜一家发财佛 发财佛你发什么念 事实上它就是缅甸的官司 您不在一样有求必应 环境优美的乌坝户尊者吉祥池 位于大金塔附近 属于皇家保护园区 今天救护七千多条鱼 并且请他们一起受三归一 这些鱼它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没有大鱼的才放 然后先放鸟而已 然后一人拿一条面包 原本要归放于大水池中的鱼儿 因为师父担心他们体型太小 在封闭性水池中 一旦成为大鱼争竹的食尔 很难逃脱 因此另外安排适合地点放生 现在把鸟给先放 然后一人拿一条面包 走到中间 拜一下乌坝户尊者 大家一边绕行着 庄严的乌坝户尊者 一边手持着美味的面包 撒向池中不适于群 得以饱食 他们当地人尊者叫信 所以他们叫信不不古 信不不古 那我们经典叫 优伯居多尊者 他的徒弟有1800多位 都是镇拿大洛汉 愿于群在自由的家园 水中佛吴巴库尊者 互念的乐园 三宝光明的祝福下 永离恶趣 不再遭受生命的威胁 诉托三徒 早生善取之中 得闻佛法 祈愿充满慈悲的盛会 让众生积聚福慧资良 离苦得乐 原成佛道 吴巴库尊者 孝池莲花 又称莲花佛 为古印度时的 以为阿罗汉 发愿从释迦世尊入灭 直至弥德菩萨降生之前 保护佛法 及一切护持佛法的大德 在东南亚 供奉的 吴巴库尊者像的底下 都会有水池 因此 有水中生财佛之称 是一尊非常特别 且充满传奇的 招财佛 清净甘甜的水 除了可供佛 及其功德自良 布施众生 也能广结善缘 乐上好施 是信奉英国的缅甸人民 普遍的生活习惯 除了请其心力 庄严佛思 佛像 提供大众 共修福善的场所 共僧饮食 医疗 和袈裟等 日常生活所需 在家门口 路旁 佛塔 寺院等场所 总会有木架 或砖寄的 遮印小台 内设沉满清水的 水波或杯子 或是设置 现代化的饮水机 供来往的行人饮用 许多公共空间 工人休息的亭子 椅子 也都是人民 均献布施 布施饮水 不但令人解除饥渴 若能生起 随喜回向之心 则能生起 广大的福德之力 大政礼去 《六布罗密多经》中说 若于旷野 杀气之处 往来可法 为日走铺 师宜景时 饮水沐浴 愿于一切众生 离于流转生子旷野 三毒炎火 可爱之苦 父愿我身 违法全持 一切之水 盛满其中 随比众生 饮水沐浴 结生死缘 得真解脱 生活无处不功德 人间处处为道场 水是我们平日 最容易取得 机具上控下施 福德的资粮 各位可以每天 像我前面 这是按照经典的 面 饭 稀饭 加一盘水 你又加一个牛奶 把一两朵花 加一个输油灯 一点量代表佛 也让他们脱离爱别利苦 做好以后 就可以让它放在外面 树下 石头上 东南亚的华人 都会每天这样做 泰国人也会做 Dempasa 巴厘岛的人也会做 私食给这些 孤魂野鬼 我倒很希望 做蒙山的时候 就像今天 每人一杯水一盘菜 那最好 每个人都去做 每个人都去做 以后用灾的时候 用五灾 各位现在用碗灾 一人拿七颗饭出来 那一桌的就收一收 然后一桌一个代表 全部收七颗米 七颗饭 然后拿到外面 每个人都修复吧 所以 那各位用七颗米 一杯水也可以 对于饥渴不得饮食 甚至连水的名字 都没有听过的 饿鬼众生 若能以净水 持开咽喉咒 六子大明咒 或甘露水蒸盐 将水泼洒于户外 草坪 树下 都可以使他们灭竹 灼身烈火 生活清凉 为这些悲苦众生 带来不可思议的利益 自己也能得广大布施的欢喜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莫莫莫可思议 莫莫不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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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